大家慢慢用 我們的時間 已經過了一大半 時間是過得很快 我不知道 你們在拜佛的時候 是未來多拜幾拜 一個拜的姿勢不太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概 對身體不但沒有好處 甚至有壞處 因為有人 那個手還沒有著地 那個頭呢 還沒有刻到那個 拜殿上面 或者是還沒有拜到地下 然後你就起來 這樣扣頭如搗蒜的話呢 有時候會插氣 我的經驗呢 在我以前拜佛的時候 拜下去的時候 正好可以把那個 我們肚子裡面的氣就是浮出來 然後呢 在起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吸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你拜下去那個 那個肚子就折下去了嘛 那就把裡面的氣都吐出來 然後起來的時候呢 起來的時候呢 可以吸氣 你的氣永遠都足的 很多人在拜佛的時候呢 他都忘記了呼吸 甚至於呢 坐在你的座位上 也忘記了 有呼吸 其實呼吸呢 不要很大的 那個出氣或者是入氣 慢慢吸 慢慢吐 這樣子呢 對我們的身體是很好的 都有半氣 拜佛 或者是念佛 我到某一個程度 就一定呢 有他的感應 可是有一些人呢 如果心非常散亂的話 可能呢 你那一輩子完全都沒有用 我記得 我剛從新加坡回來 那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嘉義 有一個叫做 福德式的 他聽說我們老和尚 在打監禁佛期 他就說 前我們的老和尚 來嘉義煮妻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連怎麼樣打妻都不知道 那到後來呢 他才了解 後來呢 後來呢 因為 我回來以後 在嘉義 經常要從鳳山回來錄音 他就要求我說 不然呢 不然呢 等你 從鳳山要回來 嘉義錄音的時候呢 在我們的道場 住一個晚上 順便啊 帶領我們的內婆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 楊麗花 在唱歌仔戲的時候 那個道場裡面的 老菩薩啊 很好笑 就是 不管怎麼樣 如果有楊麗花的時候 他一定要 看這個歌仔戲 所以 他就講 那個 念佛呢 應該要從首部時候開始 因為什麼 他們不要錯過楊麗花 那還有其他的聯繫劑 他喜歡的話 因為是 從念佛堂下來了 我去看他們 每個人手上描著念珠 然後呢 到一個時間說 快點快點時間到了 他們就跑到那個 電視前面 我記得以前 電視像一個櫃子一樣很大 然後他們就弄幾個小板凳 就坐在那裡 那個手不斷地撥念珠 不斷地撥念珠 然後我說 唉唷 要想喔 今天安撞安撞 看那個戲呢 已經看到路迷了 手還是在撥 一直在撥 我說老菩薩 你有沒有在念佛 有啊 我有在念佛啊 其實 你看如果能夠看劇情的話 他是真正有在念佛還是沒有 想到這個呢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有一個國王的弟弟 他很羨慕 他的哥哥是個皇帝 所以都可以發號施令 他就想我只是你的弟弟 我就每天都要聽你發號施令 有時候心裡很不高興 這個老哥呢 看到那種情形 他說 我這幾年來啊 看到你啊 好像我做國王 你心裡很不甘願 那這樣好了 我可以讓你當國王 但是呢 我讓你只當七天 可是七天以後呢 我就要把你殺死 那你過一個癮嘛 你以為我當國王 還沒有當 所以你本來 你認為 你如果沒有當國王 你也不用被殺死啊 我去當七天國王 我要被殺死 心裡很不甘願 但是想 那個國王一講的話呢 一定是照他的命令執行的 好 他也給他穿國王的衣服 也像做國王一樣 有很多人欺負他 在開始的時候 這個哥哥就說 好 現在你已經開始當國王了 你也可以發號施令 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就告訴他 一天已經過去了 你的命呢 只剩六天 你要當國王 你要好好當 第二天晚上呢 也跟他講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了 你還有五天的命 可以當國王 到第六天 他還跟他講 只剩下二十四小時喔 你當國王到明天晚上 你的頭就要落地了 你的頭就要落地了 那一天緊張過一天 到最後那一天呢 差不多都要分倒了 然後到圓滿的時候 他的哥哥就問他說 你當國王的之位怎麼樣嗎 他跟他哥哥講 實在不怎麼樣 你不是認為當國王很好啊 為什麼實在不怎麼樣 他說從第一天開始 你就在跟我講 你的命只有幾天 你的命只有幾天 他說 我這幾天啊 住的食不知味 甚至於要睡呢 也睡不著 在床上輾轉難眠 就想我的命快要沒了 所以 我們一般人啊 在自己太平時候 什麼都想追求 有些人你有那種能力 你可以追求 你沒有能力 未來要追求到某一種目的 你去偷 去搶 去騙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造了很多的業 所以 以前也有人去試那個死循患 他說 你們呢 早也要死 晚也要死 假如有一個機會 讓你們不死 可是呢 這個機會呢 是很難的 你們願意不願意試 那一個死刑犯 在人家告訴他說 你早也要死 晚也要死 有一個機會可以讓你試 可是這個很難 你要不要試一試的時候 我想 大概大家都會想 好啦 我來試試看吧 那這個 這個 官員呢 用什麼辦法來試呢 他把這些死刑犯 要放出來的地方 是去找一個 路很崎嶇 甚至有時候呢 很滋滑的那種地方 那你要上上向下 那個階梯呢 有時候是很低的 有時候是很高的 我記得 我們有一年 到雲南去的時候呢 有去那個武楚道 你想想看 他寬不寬不寬 可是人跟那些馬呢 大概都要走這個很崎嶇的路 那條路啊 我一看 有些 他的階梯是這麼小的 有時候 那個階梯呢 他三四倍 很高很高 你要出一點力氣 你才能夠上得去的 連那個馬要轉彎 大概踏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 馬可以把一個石頭 那裡踏出一個洞來 我們就知道那個路有多難走 那他在這種地方呢 比較有一點點平平的地方 他就請那些全國有名的名將 在唱歌 唱的都是很流行的 大家一聽就可以聽懂的歌 甚至呢 請一些名將呢 在那個地方演戲 那還有呢 在那個地方去烤那個 他們很喜歡吃的東西 遠遠呢 就可以聞到那個香味 那再大的條件就是說 他請這些死刑犯 在他的頭上頂一個盆 這個盆呢 裡面裝滿了九分水 不能放在你的眼睛前面 是頂在你的頭上 你看怎麼走路 他沒有限制他 你要走多久 那些人開始走路的時候 最主要的他就是在 注意他自己的腳下 這裡有沒有比較低一點點 我的腳要慢慢放下去 然後後面的腳再抽了 再往前面走 這個地方有沒有轉彎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濕地 這個地方的路寬還是窄 不如碰到這個旁邊的那個石頭 或者是那個懸崖 在台灣啊 大概那種 彎彎區區的地方也有 很多人去登百葉的時候 都有嘗到 當然都會很細心 我記得去雲南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心臟也不太好 有人就說 我不要爬山 還有一次呢 是到四川去的時候 我也是做那個 人家台的那種那種教 其實不是這樣子 一個一個植椅子這樣上山 我一看那些教父啊 都閃來閃去 那他們都如果閃得很好 如果閃得不好的話 碰到旁邊啊 可能我就要被弄到那個萬丈聖坑裡面去 所以我坐在上面 本來想說利用機會 可能我坐在這個教父上 可以把這裡的風景照回來 結果我是兩個手上 時時的抓著那個教材 很怕跌下去 那你想想看一個人 頭上頂了酒溫滿的水 一個盆 要走路的時候要怎麼走 那很奇怪 如果是平時啊 大概都不會走 大概都不會走 可是他是此行患耶 如果他能夠走到終點 那個水全部都不滴下來的話呢 他就可以活命 走走走 我們如果想那個人啊身體不太好耶 或者是經常還會咳嗽耶 那走在路上 萬一他喉嚨癢咳嗽了 可能那個水也會噴出來 或者是說他的腳不太好 有一點一高一低的 可能如果走不好 那個水也會噴下來 結果很奇怪 走到最後 沒有一個人那個水有滴掉 大家都能夠活命 那個官員把每一個都叫到他的面前來 問他說 來我問你一下 你平時被關在建議裡面 我聽你還在哼小調 今天呢 在路上 我沒有請一位很會唱這個民謠小調的 在路上唱 你有沒有聽到 他說沒有 那個官員就跟他講 很奇怪 你平時都死刑啊 在建議裡面還會封小調 為什麼 你那麼喜歡聽的 你為什麼沒有聽 他就跟這個縣官講 我的命 我的命就在我的手上 我如果夠的聽 可能我一個亮槍 我就把水都倒出來 我不是要死了嗎 那有些他就說 你很喜歡看舞蹈 你平時也是手舞主導的 那你今天有沒有看到 很大場的歌舞 就在路邊 他說 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怎麼會敢看啊 我一看 我一不注意 我的水就流出來了 那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他也跟他講 我平時看你很喜歡吃什麼東西 現在在那個旁邊有 有那個小小攤在那邊賣東西 你難道都沒有看到那個小攤賣東西嗎 他說沒有 可見呢 生死當前 我們就會 非常的自信於次 我記得我從新加坡剛回來的時候 有一位教官 他得到癌症 那後來他先開始的時候他不知道他有癌症 平時就是雄九九七昂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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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感到他的活動不太舒服 去醫院一查 他是悲癌 已經快要五十年前了 那時候孩子真的是很少 那這位教官呢 後來到醫院裡面去 我們老婆上有去看他 他說啊 現在這個癌症還是沒有藥 假如你在這段時間呢 能夠好好的 懺悔自己 在這一次 以前你做過的 你認為那個是不對的 你好好的懺悔 你好好的念過 可能你的病可以逆轉也說不定 這個教官真的是這樣做耶 後來再一檢查 很奇怪 因為他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就吃素 而且呢 大概都是喝熱熱的那種開水 然後呢 念過念得很清 後來一查呢 他的癌細胞完全都沒有了 在五十年前來講 在五十年前來講 這是一個情境 後來每一次我們老婆上打氣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人 先開始我又講 那個人好像不簡單耶 做的時候都做得很挺的 而且念活的聲音也很大 那因為我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老婆上是民國六十一年開始 打進進去 我回來的時候是在六十二年 還是六十三年後 我不太記得了 所以那一位教官啊 他的身體也已經好了 所以我說奇怪這個人 怎麼念活比人家還大 是做的時候做得還很挺 而且 繞起活來呢 那個氣力很大 他們說 你不知道啊 這個人差一點死掉 現在連這個癌症都好 這是我在台北看到的一位 現在想起來啊 是很不可思議 我們一個人啊 不管有錢沒錢 年輕還是年老 如果我們情緒不好 不管是在家出家 一定都會生病 應該三四年前吧 有一天在過年的時候 我聽我們的會客師說 有一位從台北來的 從來沒有來過的祭司 他要住一個晚上 然後呢 到第二天 他們就告訴我 師父那個人呢 說要回去帶衣服來 再多住幾天 後來呢 他在我們千佛法會圓滿以後 我不知道是那一次還是 再過幾次以後 他就坐到我的會客室來 每一次坐呢 大概都是坐在那個 靠柱子最近的那個 最旁邊那個椅子上 我都看他坐在那個地方 後來有一天呢 我就說 我好像以前沒有看過你 他說 是我是從台北來 我說 你怎麼到我們這個道場的 他說我是在 網站上看到你們的道場 而且講的事情 我有一點不敢相信 他說你們這個道場 只要願意來用工 不一定要有錢啊什麼啊 他說他在台北的某一個單位服務 不然可能身體也不太好 家裡呢也有一些人身體都不太好 所以呢 他到很多道場去求法 希望他的長輩啦 他的親人 還有他自己的身體 或者其他的事情能夠改善 所以實在的到現在呢 沒有去問過他家裡的事情 是有一次他帶他媽媽來 我看他媽媽身體也不好 他曾經跟我講他有一個 不知道是姐姐還是妹妹呢 精神也不好 那後來我問他說 聽說你第一次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帶 後來第二天你要還回家去 趕快帶了 那天又回來呢 住了好幾天 他說是啊 我先來的時候也想 大概你們說喔 要學佛 不一定要有錢才可以學佛 我不太相信耶 後來我有稍微問一下 常常來的人 他說真的在這個道場 就是希望你能夠好好修行就好 後來他常常來來來呢 他都是帶來他的長輩 有時候媽媽也來我們這裡過夜 一直到我們疫情發生以後呢 我就沒有看過這一位居士 當然啦 也有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疫情 不太趕到我們的道場來 有些人怕被感染 有些人怕自己的 有一點點毛病 有咳嗽啦 有什麼很怕說 來來以後去傳染到別人不好 所以不敢來 應該是在兩個星期以前 我正好去潮州 那我在我的手機上看到這一位居士 說師父 我有一個麻煩 我的脖子上呢 有兩個腫瘤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情形 師父能不能教我怎麼樣懺悔 其實我只知道這位居士姓陳 我一向很少去寄別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有一點怪 那我回來的時候我問說 這個名字是誰啊 他就說 就是台北那一位居士 後來呢 我就請他說 你現在開始 雖然你來我們這裡開始就吃素 可是呢 你要吃得很清淡 還有你的心情呢 要放得很輕鬆 你這個病可能 可以比較快恢復 後來呢 再過三四天他就告訴我 他已經變成淋巴癌 那 我們的連友去看他的時候 他偷連友拿來一些錢 他說 極光寺在建山門 我都沒有辦法盡力 而現在呢我又有病 他就偷我們的連友呢 要帶這個錢過來 其實在那個時候呢 我就告訴這位連友 我說我心裡很不捨 為什麼 這位連友在以前 去道場拜國的時候 經常人家就是說 我出多少比多少 後來他覺得說 他的口袋裡面已經快要封掉了 有時候呢還是去借錢 去這個道場 要他拿多少錢呢 他是借來的 我很怕他現在身體不好 又有毛病 他 再把錢拿出來 他自己要醫病要怎麼辦 昨天啊 我又見到一位連友告訴我說 他去醫院看他 他現在已經住院 他還說 他說如果我不是到極光寺的話 可能我對佛教的理念還是那樣 甚至你呢 心裡真的是很恨心 那個 因為已經身體不好啦 要去希望了解一點 怎麼樣才能夠消業障的道理 那個錢都沒有啦 那一位連友有告訴我說 他在當初很想出家 那他爸爸留下來的錢 他想我不要 因為我其他的姐妹 他大概是只有一個男孩子 其他的姐妹 以後要照顧媽媽 就把錢通通給他們 現在錢全部分光了 可是媽媽有病了 他們根本都不理 所以他現在又有病 他不知道老媽媽他們照顧都很愣 我昨天看他 還要拿錢請一位基督要轉給我 我說這個錢我不能收 我只是希望他能夠聽我的話 把心裡的恨氣放下來 我說有一些人真的是心裡 憂悶或者是生氣 那就比較容易有這種癌症 我真的希望這位基督能夠聽我的話 那也像那一位教官一樣 他在醫院裡面 慢慢的把毒素全部排掉 只要夠時間 我相信他的病就不會夠患 好 節哉